曾参与建设东突厥斯坦在教育营的工人们披露,被中共称为培训学校的更多内幕。 寒冬走访了三名参与建设东突厥斯坦几所教育转化营的工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我们不实用他们的真名。 围墙四米多高,歪加三四米高的铁板和两层带电的铁丝总高有七八米,其中一名受访者杨先生说,四个角还有监狱撩网塔,在这座转化营里,窗户是钢筋做的,还装有防护栏,甚至建有三四平米的禁闭室里面没有窗户,每个房间有两个摄像头和一个报警器,门口是旋转式全方位摄像头, 说的每句话都能监听到,每层楼的警卫室都有专人看监控,人家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你做什么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 杨先生继续说,厕所还有一个摄像头,里面的人一点隐私都没有,以前浴室还有一根用来挂雨林器的杆子,现在杆子都没有了,怕关押的人用杆子来自杀或者反抗。 他接着介绍,新疆一个线范围内的几所转化营光摄像头的费用就高达4200多万元。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一番声明中批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内外的强迫劳动系统。 最近有报告称,8万多名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成员被转移到中国各地工厂参与强迫劳动。 该声明分享了有关防止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的法律草案的信息,该草案旨在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并指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许多知名品牌在中国创造的奴役制度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份额。 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法案,由美国国会执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美格文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共同退出。 法案要求禁止进口所有新疆产品,包括美国名牌企业销售的服装、电子产品等,除非得到美国海边和边境保护局的认可。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推特上发文,称新新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引发争议, 他在推文中表示,美国会强力支持如航空公司等其他受中国病毒影响的行业,我们会比以往更强大。 与此同时,美国卫生官员周一宣称, 一种可能被采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已在西雅图展开首次人体实验以进行评估, 这使全球抗疫行动燃起了希望。 不过,这种苗医还需经过更多实验阶段以证明有效且安全, 而这可能花费一年到18个月的时间。 另一方面,七国集团主要经济体承诺,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稳定受新新冠状病毒大流行冲击的全球经济, 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人举行电话会议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七国集团表示,将督促各自的央行支持金融体系, 并将美洲举行财长会议来决定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当地时间3月16日晚, 土耳其卫生部长克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当天土耳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 累计确诊47例, 新增的29例病例都直接或者间接与美国、中东和欧洲有关。 其中三人从沙特朝近回国, 当天早些时间,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甲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17日8点开始, 将会暂停英国、瑞士、沙特、埃及、 爱尔兰和阿联酋6个国家之间的航班, 至此, 土耳其已经宣布暂停与20个国家间的航班。 科甲督促公民标理会主要在互联网上流传的虚假信息和文件, 邀请市民慎重预防病毒传播, 并积极响应政府的防控努力。 另外, 土耳其宗教事务最高主管机关宗教事务局16日稍早宣布, 包括主马日礼拜在内, 在清真寺内的集体礼拜暂停举行。 宗教事务局局长埃尔巴西强调, 清真寺仍开放信徒进行个别礼拜。 以色列总统李福林决定, 现任看守总理内塔尼亚胡主要对手, 蓝白党领导人甘慈会先着手筹组新政府。 蓝白党领导人获得了中间派左翼政党联盟, 阿拉伯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党和世俗民族主义政党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的支持。 李福林15日与120名国会议员磋商后发声明宣布, 会在16日将组建政府的任务交给甘子。 以色列在不足一年内举行三次大选, 过去两次均因为没有政党能组成在国会议数过半的联合政府, 因此需要重新大选。 最近一次大选是在3月2日举行, 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虽胜出, 但未能取得国会的多数优势。